分了八个编队 分别对整个轮船的四层楼 每一层楼 包括每一个房间 都一一进行了仔细的一个勘察 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整个轮船的它的一个顶部 也就是第四层的位置 此外我们知道事故发生的时候 正是在夜晚时分 不少的乘客其实都已经 那除了我们的搜救人员 要搜寻遇难者的遗体之外 包括遇难者 它遗留下来的一些物品 目前也正在源源不断地抬出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 随即要对这些物品 进行一个编号整理和归类 与此同时展开 还有消杀和防疫的工作 那目前整个搜索的工作 是已经持续了11个小时 那根据我们在 我们不少的搜救人员 是必须携带一些破拆的工具 先把已经变成 对整个轮船起到一个 固定和稳定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夜晚当中 就有很上百名的工作人员 进入到这个东方之心轮上面 那在上面进行一个 反复的一个船体 右侧的一个扶桥处 也已经聚集了 非常多的工作人员 这意味着 我们今天的搜索工作 依然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此外呢 今天在整个船体的水下 也会派出潜水员 对水下进行一个彻底的搜索 在我们这个长江的下游 200米500米和700米处呢 也都会有拦截网 也会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发现 可能存在的这个遇难者的遗体